目前有大約1600個私家醫生參與資助疫苗接種計劃 原來衛生署一直對疫苗儲存零監管 並沒有規定私家診所用藥用的雪櫃去儲存疫苗 也沒有主動巡查及跟進診所疫苗存放的情況 業界估計多達九成診所用家庭式雪櫃擺放流感針 有藥劑師說流感疫苗要存放在攝氏2至8度 否則會導致疫苗失效 如果醫生用家庭式雪櫃 其實風險很大 因為雪櫃的溫度每一層都不同 而且夏天溫度的變化很大 疫苗對溫度非常敏感 如果過高或過低的溫度 其實疫苗很快就沒有效 所以這直接影響市民的健康 崔鎮明又說 現在疫苗有沒有因為儲存不當而失效 沒有人知道 而接種的市民分分鐘白打 還誤以為有疫苗保護而疏於防疫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